在2023年的最后一个月 冠病病例激增 建议戴口罩 扩充床位等字眼再次出现在新加坡新闻中 仿佛穿梭回了2020年冠病病毒肆虐的时候 过去四周 本地的冠病病例呈现上升趋势 本地12月3日至9日间新增56043起确诊冠病病例 比前一周的32035起显著增加近75% 11月27日的7天移动平均病例数估计为3030起 12月17日的数字则是7730起 新加坡卫生部自12月19日起恢复通报每日疫情数据 此前新加坡在今年2月中将疾病应对集 从黄色下调到绿色 全面解除冠病防疫措施 伊维莎白诺维纳医院传染病专家梁浩南医生 12月8日告诉联合早报 他认为这一波疫情比奥密克戎变种毒株那一波疫情要糟糕两倍以上 目前多数冠病病患感染的是BA2.86或JN1毒株 梁浩南指出 这个毒株的传染力超越之前的毒株 早期接种的疫苗和所感染毒株而产生的抵抗力 可能不足对付 公众应接种新的疫苗 我们走上街头 跟路人们了解他们是否担心再次感染冠病 以及是否有采取一些防疫措施 你还没中之前呢就真的会担心 还没中之前呢就真的会担心 然后中了之后我就发现 哎呀我周边的人都是中了 就不担心了 担心是稍微每个人都会担心 因为我自己也是在医院 health care worker 所以要自己怎样提防一位家人在这里 还有最重要是病人 病人要好好地照顾他们 我现在已经够了 所以我们从你站起来 我已经在医院了四天 我们禁止了航空 所以我们没有上船 我觉得还好 不是很担心 只是说如果要出国这些会有一点不方便 而且现在有一点担心的是 因为我看到医院好像很多病人没有病房 所以觉得不是很好 因为最近他们讲重的会很严重 而且比较辛苦 所以会怕 也怕身边的人中 因为我这妹妹也是中第二次 这次很特别 很辛苦 每逢年底随着北半球入冬 冠病和流感等呼吸道病毒活跃程度有所增加 变得更容易传播 新加坡卫生部说 冠病病例增加的可能原因包括群体免疫力下降 更多人出国旅游 以及社区互动因年底旅游旺季和佳节而增加 根据卫生部网站的数据 12月3日至9日 因冠病住院的患者人数 也从前一周的每日平均225人增至350人 加护病房的患者则从日均4人增至9人 其中 邱德拔医院 黄亭芳综合医院 及陈独生医院的病床使用率 在约超过95%到满载之间 有网民上传视频显示 在新加坡中央医院等待入院的患者需要在临时病床区等候排队入院 此外 市面上也出现了冠病抗人快速检测自检疫缺货的情况 最重要是要戴口罩 每个人还是要做他的责任 太多人的地方 最好是减少 不要接触 假如真的有生病了 就不要说带那些病情过去给别人 是要保护自己 放上膜 而且当我们抗疫症 如果我们不抗疫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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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会抗疫症 我们也会抗疫症 都会教小孩子出门之后 回到家一定要去洗手 消毒 就是这样而已 也没有特别的措施 我认为数据已经上升了 你会常常洗手 但我还没有开始戴上膜 或什么 定期的会做一些清洁工作 然后如果我们身边附近的家人 有重冠病的话 就会给他们在家工作 如果有需要的话 还分配给我们那个测试 我的公司 其实是有工作从家的 然后最近有一些同事 生病不舒服 人事部也是有通知 我们要通告公司 如果有COVID的情况 我工作的场所就在百货公司 他是有叫我们自己 要小心戴口罩是最好的 把它没有强制性 就是还是很多人没有戴 在工作场所就 比较多次的去洗手先去洗手 然后口罩是一定要戴的 卫生部强烈建议公众 在室内或拥挤场所 佩戴口罩 进行防疫 联合早报12月16日受访的商家透露 近两天口罩销量增加了20% 为减轻医院的负担 设在博览中心的本地 第二个冠病治疗设施 12月16日已经投入运作 收治不需要接受重症护理的冠病患者 本地传染病专家梁浩南医生预计 冠病病例还会持续增加 并在明年2月农历新年之前出现高峰 病例预料会比过去的更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